剪彩 一千年台灣檜木 還有高雄土窯燒出的手工磚 重建而成的五桂樓 經過九個月的工程 終於重現風華 五桂樓原是林憲堂父親 林文青所建的孝親樓 後來更成為漢學教育 抗日基地的所在地 在台灣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總統馬英九 立法院院長王金平 都前來參加落成典禮 這個家族 無論是在哪一個方面 都這麼傑出 它裡頭有一流的軍人 一流的將軍 也有一流的文人 一流的詩人 一流的文化 還有一流的卸掉 最重要的 林家的女性非常傑出 第二代就是靠媳婦 我們的家生下來 在林憶先生獲出這座課 就是這個系列 所以說林家的女性 在企業經營 跟實家方面沒有好過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 We have great logic 可以這樣子講 可以傳奇嗎 所以我對這段歷史是 真的非常敬佩 希望我們現代人來研究 來學習早期的先人 早期前輩 他們為了我們台灣的教育 為我們的經濟 我們的人權自由 他們所打拼錯 所有的努力紀錄 都是在這裡共有 九二一大地震後 相關單位一度建議 只保留五位樓的遺跡 在明台高中 董事長林芳英 不斷奔走下 終於獲得支持 進行重建 過程後的五位樓裡頭的擺設 恢復林憲堂時期的風格 還有許多珍貴古董 四年前 總統馬英九造訪時 所提的詩句也在其中 百多年來 這樣的一個場景 漸漸的已經 好像被毀掉了 我們今天能夠重新 回到歷史裡面來 就是我們重視文學 重視傳統 重視歷史 我想只有了解過去 才可以邁向未來 大家加油 恭喜五位樓 重建完成之後 我想是一個 我們台灣最好的文化原地 我們常年都在做 我們中小學生的鄉土教學 還有大學生的一些戶外 一些活動等等 我相信未來對台灣近代史 有興趣的所有民眾 都可以到我們這份原地來 當然這裡也提供我們一台高中的 餐飲科同學 觀光科同學 甚至於室內設計科同學的 一個最好的上課 以及實習的一個地點 關於來源的五桂樓落成一世 重現當年秀卿看戲的情景 安排學生走秀演出 交響樂演奏等等 與會貴賓在花園間品嘗中西餐點 讓五桂樓再現當年風采 記者唯婷台中走不到